陳婷妮摸李明順命根搶金鐘 好了你快拍完了 還沒還沒來調光 28歲陳婷妮從模特兒轉型 去年首度演電影實控謊言 就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 今年再憑公視人生劇展告別 爭奪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吸睛力不容小趣 我那時候前一天晚上拍到三點吧 所以我那時候是熟稅期 但他就是傳簡訊然後一條 一折一折就說陳婷妮陳小姐 恭喜你 然後就這樣 所以會一直等等等等等等 我就馬上打給我媽說 媽我入圍了 她說喔是喔恭喜恭喜 好啦阿媽媽在忙 她就掛我電話欸好過分 OK嗎 在告別中飾演按摩女的她 未戲大爆粗口當然超OK啊 我真的就是跟著當時的情緒走 然後走出來導演就笑了 她說嗯剛剛那個很好 此外也發生了不少尷尬事 像是她們拍攝按摩場景的地方 很多是穿西裝欸 然後看起來很斯文 可是她裡面是一個同志三文暖 就很怕逛到什麼不方便看到的東西 還有更令人臉紅的 就是她和大18歲的李明順 在劇中的親熱戲 很尷尬欸 而且是 因為 因為鏡頭的關係 所以我的手真的是幾乎在她的私密處欸 親她摸她 發現她對我沒感覺 可是我一直會被自己 跟她太熟這件事情受影響 就會一直很 很害羞 既然害羞 不如咱們來聊聊2008年的處女座 王子遇見二公主 所以有M很多字嗎 有啊當時一定有啊 聽說我們換 用的那個袋子的數量 就有點爆表 所以當時製作人說 你們用太兇了 愛鑽牛腳尖的她 如今已打出名號 但也坦承過去選角曾有焦慮期 那好像有一點點被大家定型 就覺得你就是愛情啊 轉換的過程中很沒有安全感 你不知道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常常只能想說我要去運動 流流汗正面一點 娛樂動新聞 我都覺得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報導